那最后这一个节课 我们就把最后没有提到的这些 都看一下 其实最后这几个 我也知道的不多 都是很基本的 因为什么传记 什么的 中文的资料很少很少 我们从24开始 是吧 刚才看到23 23那个去印度的女医生 现在从24这个是讲 翻译圣经的部分 翻译圣经的这个事工 因为现在有一个拆绘 就是她创办的 金伦贪训 汤姆森 这个翻译很特别 因为它有本传记 中文的传记题目就叫 金伦淑 叔叔的叔 金伦淑 安扑 金伦淑 这是有中文的 那个 汤姆森 汤姆森 1896年 也活了八十几岁 这张照片很年轻 这个 这个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们是 很年轻就到 南美洲去 不是 那个南美洲国家 南美洲都讲什么话 西班牙 西班牙话 他去的那国家是西班牙话 巴西是葡萄牙 就只有巴西是葡萄牙 就是巴西是葡萄牙 其他都是西班牙 当时他们 画那个线嘛 所以他到西班牙的这个语言去宣教 当地的人说 你们上帝什么话都会讲吧 为什么上帝不讲西班牙话 非要拿英文圣经什么圣经 上帝不讲西班牙话 这个就问 把他问得很有感触 对啊 上帝应该什么话都讲 所以他说 那这个就是翻译圣经 他们如果有母语圣经就好了 当然不止西班牙话 是很多人用 他更有那个一族一族的 还有那种更少的那种语言 如果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母语圣经 那也不需要宣教士 因为圣经就是宣教士 而且圣经这个宣教士比你人更好 人会生病人会死掉 圣经不会生病不会死掉 也不用花钱支持的 所以这个意象就是给他 把圣经翻译成所有的母语 只要有一个族群 有几千人也好 我不知道他们的下限是多少 到几百人都可以翻译圣经给你 这样子了 但是于是开始做圣经翻译的工作 那么他们拆会的宣教士 大概能够 整个宣教生涯 能够完成两个语言的 一般都翻新约了 一般是先翻新约 能够翻两个新约出来 那是大成功了 能够翻一个语言的新约出来 也算完成任务 很多是一个都没办法做出来 这个神病了 或者是什么状况很多很多 这个工作到现在还是持续 你看拿我们台湾做例子 台湾绝大部分人是看这个 我们叫这个汉字的 就是这些字 可是呢 台湾有很多原住民啊 我们现在叫原住民 以前叫高山族嘛 他们每一族其实 台湾的原住民里面 还细分到十几二十种了 他们没有文字 只有语言 所以你要他们母语的话 你还要帮他们拼音 而且基本上用拼音的 那么像讲那个伯格里到苗族去 他还帮他们设计苗族的文字 像那个赋能人到历树族去 设计历树族的文字 这个宣教还要设计文字 然后翻译圣经的 这个是个就是他年老一点 他这个还是美国人的喜欢 这种打扮 那么他这个拆绘一开始 也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这很特别 他专门做圣经翻译的 然后就要训练人才 就要有语言学 翻译圣经要有语言学 所以他们这个拆绘后来附带了 产生了很多语言学专家 后来在美国很多的 这个大学的这个语言的 这个系统研究里面 他们这个拆绘贡献很大 写了很多论文 你看那个书上有提到一个 史派克还是什么 那个语言学家厉害到什么程度 你让他跟一个完全没见过的 那个土人 两个 他是现场示范 学生坐在下面看 两个人见面 从来没见过面 他的语言也从来没听过 那个他就可以跟他 拿一个简单的几个树叶 树枝几个东西 跟他慢慢开始 匕首画脚开始 讲讲讲 讲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 两个可以沟通了 厉害吧 他就那个语言学家 他可以抓到你那个结构 语言 他这个 这有点像那个 一个秀一样 一个表演一样 语言秀 他就可以从 比手画脚 跟你简单的道具弄一弄 以后就可以开始到 下课时候 两个就可以沟通了 这个语言学家很厉害 这是他这个拆绘 附带的 一个是语言 另外一个就是飞行 他是拆绘附带 他也带动那个飞行宣教 因为 因为这种语言都现在在哪里 都在丛林里面 丛林里面 你宣教是去不了 很困难 这个丛林里面 所以后来他们就发展出 自己有这个小飞机 把人送到丛林里面去 然后这个带出来 送那个 一些补籍的去 所以慢慢的这个飞行 变成他们这个拆绘了 必备的一个 就像我们讲 早期那个海岛 要有福音船 现在就要 福音的飞机了 所以他们带动了一个 飞行的宣教 飞行宣教 这个我们最后讲的 那两个都是 叫飞行宣教 另外还带动一个 就是这个无线电 就是这个无线电 因为这个在丛林里面 这个靠这个无线电的 这个联系什么 所以这个无线电的 这个服务 也是跟他们这个 才会有关的 配套的 这就是他 坐这些小船 到这个丛林里面去的拍照 这个金伦汤讯 这是他传记 英文那个下面那个附体 就是好消息 每一种语言的好消息 就是要把 要把这个好消息 每一种 也就是圣经翻译 没有圣经翻译 现在 威克里斯 有一个计划在 2025 要要完成所有的 结果上大概 有些人 这个进度现在差不多吧 他们上次 就是我们在那个 宣教的会议上 他们那个威克里斯 代表 现在他们有 因为有互联网 有新的 以前很多很难 没有办法 就打活到那些小的 但是现在互联网 真的像是改变 所以他们通过互联网 是是是是 我相信现在 大大的加快了 一定加快了 加快 现在人也不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 过去翻译一个语言 在一起 搞很长时间 是是是是 你看我们那个 和和本圣经 翻了三十年 翻了三十年 就是怎么 几个委员分散在中国 有四川来的 有那个什么远方 每次到山东去开会 光这个路途遥远 然后开几个月又回去 然后大家把稿子 这个弄好 下一次再开会 这个太困难了 太困难了 他可以全世界二十四角度 是是是 我想这个很好 这个就是有新的工具 可以改善这个过程 这都是他的英文的传记 英文的传记 这就是他的名言 这个挂图上 就是母语圣经是伟大 最伟大的学生教士 他不需要休假 也不会被视为外国人 对吧 就是圣经在那边 这个你只要读圣经 当然了 人还是少 不能少的了 因为这个宣教士 还可以做一些 人跟人之间的一些 这个关怀这些 那是圣经没有办法取代的 当然他这个说法是特别强调 母语圣经的重要 强调母语圣经的重要 这是他的坟墓吧 这个坟墓 这个蛮新的 1896到1982 这是三十年 三十年 Dear ones by love 他这个念念不忘的 还是要完成 这个任务 就是把圣经翻成 每一种语言 是他最后的愿望 这个大概是汤森 汤森威廉的介绍 下面一个就是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布鲁格 布鲁格是做广播的 做这个广播的 布鲁格是广播的 1913年 这个蛮长寿的 或者九十几岁 九十三岁 他跟这个 他跟几个 这个 同工啊 都是二次大战时候 这个军队 军队这个退伍的 所以二次大战呢 对宣教是也很大的影响 就是那有些是在 因为本来不会接触到 这个 这个通讯啊 这些电子的事情 因为战争时候 有的就被派到那个 通话部门去啊 这个 去操纵这个 无线电这些 所以他们呢 是从军队里面 学到了这些 然后退伍以后啊 就用这个 专业呢 想说怎么样来服侍神 所以神也借着 这种世界上的一些 这个历史的 大的事情 来影响 影响宣教了 所以他们退伍以后啊 他们就祷告说 怎么用这个 无线电来服侍神 那么加上这个 第二次大战以后啊 所谓冷战呢 接着这个冷战呢 就是这个共产 这个世界啊 跟外面这个 好像这个 就像中国一样 门也关起来了 很多国家门关起来了 你这个 传统宣教是进不去 那个电波呢 是超越了 在空中就进去了 很多就想怎么样用广播 透过这个广播呢 来把好消息 传送到世界各地去了 这个布鲁格 他们其实是三个人了 三个人 他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书上 是以他为代表 其实后来 留在这个机构里面啊 比他久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包曼 叫包曼呢 比他留在这个 电台机构还久了 他后来又就转了 转到其他的事工方面去了 还是以他为代表 就是吧 他们叫做远东是吧 叫做远东广播公司 远东广播公司 可见呢 他的对象是在远东 就是亚洲这边远东 因为他们这个 还是他们第一个希望 就是看中的是上海 想在上海设这个电台 结果没想到 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啊 这个内战啊 中国局势已经 没有办法这个 看到的没有办法设立了啊 所以就就就 转了到菲律宾啊 就到后来 后来真正的电台是 开始从菲律宾开始了 那么设一个电台 很不简单啊 你要向当地政府申请 要要要要买地啊 要盖房子 要尤其架那个铁塔了这些啊 这个都很花钱的 那他们一共也没有多少钱啊 他就有本书啊 讲他们那个开始的神迹啊 叫一千美元的神迹啊 我想就大概指 他们就是一千美元开始的 一千美元可以盖一个电台吗 这个当然 在人看来差太远了啊 结果没想到就是神就 让他们把这个电台盖起来 而且他们因为当地政府啊 给他们那个期限 就是1948年啊 几月几号之前 你如果没有播播 没有开始播播放啊 就收回了啊 就是就收回啊 就是他们为了赶那个时间啊 那真是神迹不断啊 就是在那一天期限 到了那一天的上午 还在外面跑 很多事情还没有搞定啊 结果这个匆匆忙忙 到了那个六点钟下午啊 六点钟再没有开播 这个就失效了啊 到了六点多前 他们冲进那个电台 啊大声叫说啊机器打开 啊然后打开这个正好六点钟 咔音乐放出来啊 普天之下啊 怎么万民颂养 那个诗歌放出来 哇这是神成就了 哇看那个过程 真是提心吊胆啊 神是带领他们 及时把那个播出去啊 所以后来菲律宾政府就 就答应他们留在那里啊 以后这个福音广播越来越 越越越就是扩散啊 现在这个远东广播 在很多地方都有发射电台了 那这跟我们中国 关系密切的很 梁友电台 梁友电台 很多很多内地的人都是听这个 都是听这个了啊 都是听这个梁友电台的节目啊 然后他们后来也说 很内地乡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啊 所以不但要有这个节目 你还要进来送那个收音机 那种收音机大概就只能听他这个电台那种的啊 那种当然比较便宜一点 就到这个去送啊 这个我想后来很多他们收到很多回信啊 这个我有个朋友在台北的远东工作 他跟我讲他 他们电台里面也讲一句话 因信称义啊 就是看有没有人回信啊 就是收听节目的人写信来 表示你这个节目成功了 因信称义啊 开玩笑就是 就是说也是讲信啊 这个信是信件 你听贿众信越多 一个月收到一百封 那你表示那节目接触的很多人 很多人听了有回应啊 那你搞了一年都没有一封信回来 那节目就可能就要被删掉了啊 所以叫因信称义啊 这个因为你不知道听的人反应怎么样嘛 这个广播就特别 你没有不是面对面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个反应 就靠这个回信来这个肯定啊 这张照片就是他们三个 三个这个创立人啊 布鲁格啊 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叫鲍曼啊 鲍曼 他们另外一个是是一个传道人啊 当年都是中年人啊 中年人 你看他们这个地球啊 这个拍照就是很有世界观的啊 这个用用这个广播啊 来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啊 这张也是啊 这个三个人啊 我们讲的布鲁格应该是这个吧 布鲁格应该是这个啊 布鲁格是这个啊 后来布鲁格就 他比较投入到一个侍奉 就是他编了一套教材啊 就是他个人的一个 这个就是怎么样来灵修啊 个人 比较讲到这个 这个个人的灵修这方面去啊 怎么样这个属灵的征战啊 这种这套课程啊 这套课程啊 有点像现在说什么标竿人生啊 这种啊 四十天啊 这种 他当时有个课程就叫这个 self confrontation 就是这个课程 他就发展这套东西去了啊 你看这个作者就是布鲁格吧 布鲁格啊 后来真正留在电台里面 侍奉的是另外一个叫包曼啊 另外一个叫包曼啊 是这个 这个 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叫包曼啊 包曼啊 他这个 这是年轻时候照片 这个是老的时候照片 大家有注意看到没有 包曼哪一年死的啊 刚刚啊 今年啊 刚刚今年三月才 才去世的啊 活了好长啊 差一点一百了啊 1915到2014啊 2014 他也是这个 共同的 这个发起人啊 共同的发起人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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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个里面啊 布鲁格还不是最久的啊 真正这个 投入这个是包曼啊 包曼啊 那么远东 现在在世界很多嘛 都有它的分公司 啊 分公司 这个 我想他们透过这个 节目啊 透过这个 广播啊 传福音到地级 像台北的远东 他们的口号就是 借 借广播 传福音到地级 借广播 传福音到地级 我现在放一个短短的 关于那个 包曼的一个 一个 不太容易了 哎 好不错不错啊 1948年6月4号 现在,在这些年间 增加了9万亿的基督徒在中国 在中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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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神经历了一项 to reach the nations he does this through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submit their lives to him in faith robert bowman was one of these men christian radio city manila philippines it all began here at 6 p.m on the night of june 4 48 with the initial broadcast of dzas 这就是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它们的最好的语言 它们是承认为 John Broeger, William Roberts, and myself Dr. Bowman attended Southern California Bible School in Pasadena currently known as Vanguard University It was there that Bob found spiritual maturity A remark from a teacher that struck him was Bob What you are to Jesus Christ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you will ever do for him This statement caused him to submit his life to Christ and to whatever Christ had in store for him In the chapel of Southern California Bible School there was a world map Bob saw this map in his head repeatedly as he meditated over the vast areas of land that were untouched by the gospel Most of these areas were unreached by missionaries and Bob thought If radio can bring non-believers to Christ here in America why not use it to reach people in far away places Here in the Philippine countryside I want you to meet a trophy of God's grace I did not believe in God and it came as a surprise to myself when I found that people love other people even if they do not know them In 1945 FEBC was founded to share Jesus Christ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It has since grown into a large network of radio stations broadcasting the message of Jesus Christ's redemption to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focusing mainly on Asia Bob Bowman said From the beginning We were driven by two things A passion to obey God And compassion for people who didn't know Christ Now we knew that this was the essenc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we also knew there was no turning back Once we put our hearts together We had a few ideas about how we might do it But God had other ideas He first showed us we couldn't do it And that he would do it himself through us Bob Bowman never claimed to have an extravagant talent An incredibly brilliant mind Or a spirit of self-achievement He had a surrendered human heart It was all God needed to shape him into the man of obedience The passion Bob had for reaching the lost Was all supplied and gifted by the Lord for his own glory Why does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Broadcast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It's because we love the people And we want them to know that God loves them too I was overcome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This is what FEBC is all about It's ministering in God's name to countless individuals For whom Christ died Who perhaps would never hear If there were no missionary radio The worth of a single soul In God's eye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hole world I'm writing this letter on behalf of many in my village Who asked me to thank you for your broadcast We all accepted Jesus as our savior Because of your radio programs It is the individual for whom Christ died Including men and women with heartbreaking physical needs Patients in the central Luzon leprosarium Lives blighted by the dread disease That so isolates them from life in a normal society Find comfort in the daily broadcasts of FEBC radi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Bob Bowman was able to identify God leading him in his life Was by the peace in his heart If you come to the time that you're struggling With something that is very significant And you don't have peace about it You just keep waiting until you have peace And when the Lord puts peace in your heart You can know he's talking Bob found that peace Radio is the spiritual lifeline To these who are so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all other means of hearing the word I found a new family because of your ministry I'm not alone anymore I'm so grateful you led me to Jesus Bob Bowman was also extremely careful To keep preaching the gospel As FEBC's main focus He advised We have to be careful That we always maintain The vision that God gave And use these other things on the side As things that can be used along the way And don't let that take your eyes off of the mark Millions of people each year contact this organ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gospel message being broadcast Yet Bob never took credit When we look at what God has done I mean it's I tend to see it all on a map of the world And what's going on everywhere He had blown over And when I look at that I say Well I don't know why God chose me To be one of the ones that helped to found it The scripture says He chooses the foolish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confound the wise Bob Bowman's life Is the story of changed hearts through Christ Only to glorify God Because of one man's faithfulness FEBC continues to broadcast the message Until the Lord returns As Bob Bowman constantly repeated The words of William Carey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We at FEBC Are so committed to fulfill the legacy Started some 70 years ago by Bob Bowman We will never let him down This is the joyful thing The legacy And I often Say to people It's It's Your ministry And you Are The one With us You're accomplishing this We praise God For you And I think The legacy Of FEBC Is simply The millions of souls That have come to faith in Christ Throughout the vast Asian area During these times The legacy is These are the people Lord Jesus That we bring That we bring To place before you Your kindness And bringing them to faith in yourself Having their sins forgiven Entering the The joyous kingdom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Do you Do you living that Are you 这个短短的影片介绍远东另外一位创立人 包曼 包曼的这个 你看到这么老了 看到就想到圣经里面的迦勒 迦勒这个 一直到年老的侍奉 非常的美好的 但他这么老了 回顾到年轻时候 就是那时候顺服神 能够把这个电台建起来 这个电台就帮助了无数的人 我一直很敬佩这些在电台里面 特别主持节目 这些我们的同工 我有时候应邀去跟他们谈话 我发现这些主持节目的人 他那个讲话特别就是 当然也是训练了 都不会这个什么 结结巴巴 像我们有时候讲话 讲不出来啊 或者重复的话 那个很杂音很多 他们讲话就是非常的 那个一句一句的 很好听 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 电台你看那个主持人 讲话就是一句跟着一句 一句跟着一句 我觉得这当然也是 他们的训练 也是神拣选他们 像台湾有一个牧师 叫寇绍恩 寇绍恩他经常在电视上面 他讲话你看也没有稿子的 就很自然的 但是讲话呢 你听得就很舒服 一句一句了啊 这个主持人 他就是有那个恩赐的啊 对对对 他因为以前最早他出来 也在电视台里面 主持节目了啊 在这个民间的电视台了啊 所以感谢主啊 就是各种的这个恩赐 都要集合起来啊 成为神的这个宣教的一个团队啊 好这是远东 另外一个广播公司呢 下一个呢 就是叫这个环球啊 远东跟环球听起来就哪一个大 听起来范围嘛 就环球大嘛 环球是全球 事实上啊 也是环球大啊 因为我以前最早接触的都是远东 我以为远东就是最大的一个福音广播 后来我在台湾 后来我在台湾也认识了台湾一个环球的一个 台湾也设了一个这个办公室啊 我认识的那一个负责人啊 听他介绍我才知道 哇在全世界来看了 环球比远东大得多啊 比远东大得多啊 这个就是下面一个要讲的保罗 法力保罗这个环球广播公司的 不不不 很抱歉啊 他的资料我完全都没有准备到啊 就是一张照片 就是一张照片 法力 法力保罗 1918到1996 他这个事工啊 我想跟二次大战也有关系 就后来就是这个 用这个福音来用这个广播传福音 你看这张地图上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这个是哪一个国家 这个地图上 西班牙对不对 这边有个西班牙 所以这个他 他的事工开始啊 是在西班牙的啊 在西班牙 西班牙 后来啊 他发现这个西班牙 可能 那个 租金比较贵吧 他后来就转到那个对面 西班牙对面 非洲北部啊 这个 这边啊 后来电台设在非洲北部啊 非洲北部啊 那这个 他们设立以后 开始以后 也是 神机不断啊 银行的贷款啊 这个一天里面啊 或者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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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三个月吧 怎么要交多少的贷款 他们都是都是没有的 然后每一次付款都是神机 啊 那个书上稍微有提到啊 每一次付款都是神机啊 啊 就把那个贷款都还清了 另外呢 要要一个 同工 需要有这个 管理的恩赐啊 最后想来想去啊 想不到别人 就想到自己的父亲了 他父亲呢 是刚刚从宣教室回到退休 回到美国 接受了一个神学院的邀请 去担任教授还是校长 我不记得了啊 反正呢 应该是很 这个应该是很安定的啊 也是比较这个轻松的一个 比起以前的外面宣教啊 这时候他又提出来 叫他父亲来 来来来来 来西班牙帮助他啊 等于又要重新开始 过那个宣教式的生活啊 没想到他父亲 有感动啊 也一口答应了 所以后来他父亲 父子两个 一起在这个事工上 来这个承担起来啊 所以他父亲 给他很大的帮助啊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环球 环球 以后环球 也是在各地设立电台吧 设立电台 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了 反正环球 这个顾名思义啊 它不只是远东啊 它是向全世界的这个播音 所以他的节目啊 那个语言更多了 要好多种语言啊 来来来来播放啊 这个很有意思了 当然现在要更好的 更更那个 比较 这个 应该也是说更重要的媒体 就是电视了 你广播 现在听广播的人多不多了 除了开车 你 很多人在家里 是不会听广播了 像我们小时候 是只有 只有广播了 这个 听广播 现在我想 听广播的人 越来越少 看电视 所以现在 更要是在电视台方面 在电视台 我想美国这边 应该教会的电视台 应该也不少 就是属于教会的电视台 在湾区 有两个基督教的电视台 是华人吗 还是 一个是生命团 他们自己的 一个就是 香港的电视 创世 他们是 有自己的频道 是不是 对 新开的 他们 24小时吗 24小时 但是 他们就是 新开的 有两个频道了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创世 这个很好 是吧 这个 在台湾 唯一的就是叫 好消息电视台 Good TV Good TV 这个也是几十年了 这个 当然台湾 这个唯一的一个 还有 长老教会有一个 有一个电视台 不过 用的人不多 那大部分的还是 因为好消息是 是一个 超中派的 超中派 那 他的现在节目 也是走向 要自制率要高一点 其实基本上 很多现在讲到 还是拿国外讲员的 翻译 翻译这个中文 这也蛮好的了 就是有好的讲员 这个能够 能够分享 在台湾的话 这个好消息 电视台 很多国内也收得到 现在网络也可以看 我们教会都装了 现在在深圳 对 对 有个温州的 装这个 是 我家也 是 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这个 感谢主 也给我机会 我在好消息 也算有一点点的 参与 就是 讲这个宣教故事 我也 邀请我去讲了 几年前 去讲过一次 然后 今年又去 讲了 十几个小时 还没播出 今年讲的 大概 今年年底开始 会 它放在 《空中主日学》里面 会播出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说 很佩服那些 不用稿子就能够讲的 像我们的话 没有稿子 讲了停顿了 什么的 就很麻烦了 很麻烦 你要我写逐字稿 我也没办法 没那么多时间 一个字一个字写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纲 照着这个 大纲 像讲故事一样 我感谢主 这次录得还蛮顺利的 几乎都没有 叫NG 是吧 电视从来叫NG 几乎每一集 差不多半个小时 几乎都没有 那个没有被导播 叫NG的 表示说 还可以可以 就一直下去 感谢主 这是法利保罗的故事 我们大概就看到这里 底下还有两个呢 就是那个飞行的 飞行的服饰 飞行的 我想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人是 这个没办法参加的 没办法 但是这也跟二次大战有关 因为二次大战需要很多飞行员 本来很多人 他也没有机会学飞行 但是因为 这个当兵嘛 参加军队 参加空军 他就学飞行了 学了飞行 退伍了 他有这个专业 就有的到民航公司去 有的就到宣教机构去了 去做这个飞行的 飞行的 所以都跟二次大战 带来了一些 有一些县城的人才有关系了 那这位姐妹啊 这个很了不起啊 姐妹 你看个照片 这个姐妹 也是 格林尼 格林尼 他也是很早就投入这个飞行宣教 飞行宣教 但我相信他这个很精彩的 因为飞的飞机都很小 这种宣教飞机 就是都是很小的 大的飞不进去丛林里面 都是小飞机 大家觉得小飞机 好飞 还是大飞机好飞 我们不懂了 就是小飞机不好飞 小飞机不好飞 那个 容易 容易那个 容易那个 就是 出事情 常常出事情都是小飞机 所以这个 更不更不简单 那就是你一个拆会 你飞机嘛 很 很值钱 你不能 稍微坏了 尤其在丛林里面 你找人来修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这个很很看重的 就是 维修的技术 不但要飞 还要会修 还会修 简单的这些都要能够修理 所以他们那个丛林的飞行 这飞机 经常会出事情 还要这个自己修理的 这个就是这位葛林尼姐妹 我们没有看到她的中文的传记 所以 就是简单的看一下 有本传记 就是我传记 Wins to Surf 就是这个 服饰的翅膀 服饰的翅膀 就表示这个翅膀 当然是飞机了 飞机是拿来服饰的 到这些比较偏远的 丛林的地区去了 或者是离岛 比较这个难去的地方 这个 我想他们也有个团契 就叫好像飞行团契 专门都 这家参加这个团契 当然都是要会飞的人 都是要会飞行的人 非常专业的 我想这个大概是 非常相当专业的一个团契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加入了 那为了支持飞行宣教 这个我看到还有一张信用卡 这个Visa卡 支持飞行 意思说你用这张信用卡 你刷的话 它百分之几 就奉献给这个团契 这个一个团契 能够申请到这个 一个信用卡 不知道这个手续怎么办 反正呢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信用卡 就是这个MAF 就是飞行团契 飞行的这个 飞行宣教团契 MAF 他们的飞机大概就这么大的 最大概就这么大的 在丛林里面 好 下面很快了 这个进度都很快 到这个28 28是这个圣兰特 圣兰特 他的事迹比较多人知道 因为不是他一个人 他的事迹是五个年轻人 一起成就的 这个一起发生的 所以这边呢 因为特别强调 他的飞行方面的专业 其实另外有四个年轻人 他们五个人一起 被这个土著啊 被这个土著的人 用这个长毛 把他们刺死了 五个一起殉道了 五个一起殉道了 1956年 现在也超过50年了 这个当时很轰动了一件事情 给宣教界带来很大的震撼 五个优秀的年轻人 这个同一天殉道 不过也是一样 就是说他们这个事情激励了 感动了很多年轻人 愿意现身到这个世界各地去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 所以五个人大概都是二三十岁吧 他算是年纪大了 所以遇刺的时候是33岁 33岁 那他们都有配偶 也大部分都有孩子 所以有本书上说 他们五个人死了 留下了五个寡妇跟九个孤儿了 五个寡妇跟九个孤儿 就加起来的小孩 一共有九个 那当然现在这些寡妇 当年寡妇现在还在的 也还好几个 五六十年了嘛 现在都很老了 那小孩现在当然也都长大了 可能都还可以访问到他们的后代 那就这五个 这个就这个五个 这个这边最右边这个叫艾迪 他也是那个惠顿大学的 惠顿大学 在美国基督教大学里还蛮有名的 惠顿大学 这个就是圣兰特开飞机的 圣兰特 这个也是惠顿大学的 这五个人里面 大概他是最有名的 就是吉姆 因为他的妻子 后来 他现在还在 很年老 他后来就做家庭施工的 他的妻子也是个作家 叫伊丽莎白什么的 这个 然后把他们 这个殉道的故事 最早写成书的 就是他的妻子 所以这个算是大家对他比较 比较是这个 而且他也留下一句很有名的话 这个是叫比特 比特 他学哲学的 也是学哲学的 这个是Roger 他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当兵 所以他对于这个丛林里面 怎么求生 怎么求生 这方面他有训练 他是最后加入了 本来是前面四个 他们知道人越少越好 并没有大肆宣传 因为这个任务可以说是空前的 如果宣传让人家知道 不要说一般人 就连自己的拆会都会阻止他们 所以他们这个行动 连自己所属的拆会都隐瞒了 后来有人也检讨了 说这几个年轻人 也不该这样 你拆会都不知道 你等于说自己去 他们认为 如果向拆会报告 拆会一定是阻止他们 因为这个族太可怕了 这个族经常把白人杀掉 但是他们五个人 就只要我们偷偷来 做了再说 就果然出事了 果然出事了 他们五个人是属于 三个不同的拆会 所以他们是跨拆会的 一个结合起来 他们唯一的共同负担 就是希望这一族 那时候叫奥卡族 后来知道奥卡族这个名字 对他们来说 名字是别人称他们 不好的意思 他们自己叫瓦达尼 瓦达尼 瓦达尼才是他们自己的名字 所以现在一般书上 就把它改成瓦达尼族 瓦达尼族了 当然过去他们很封闭 跟白人经常是冲突了 因为西班牙人去开采石油 进入他们的范围里面去 被他们杀了 他们杀人都是用长毛 那个毛很长了 有点像我们撑杆跳那种 那么长了 那么长那个力量就特别大 刺下去都是穿透的 都是穿透的 所以这个很野蛮 当然现在完全改观了 后来现在福音进到这个族 现在这个族是非常和平的 也有教会什么的 非常动人的一个宣教的故事 就是他们三个 那中间这个比特手上 抱了一只什么动物 鹦鹉 这鹦鹉哪来的呢 这鹦鹉就是瓦达尼族的人 送给他们的 因为他们开始 靠着飞机去绕这个村庄 绕分庄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桶子掉下去 送点小礼物给他们 然后在那边绕圈子 那个桶子就可以垂下去 结果这个瓦达尼族开始很害怕 后来一天一天慢慢地 这个就开放一点 有一天他们就放了一只鹦鹉在里面 然后他们拉上来很开心 就表示瓦达尼族有回应了 送了他们一个鹦鹉做礼物 所以后来 这个到了 这是真人的照片 这不是电影 因为后来有拍成电影 这个后来有一天呢 他们终于见到了这个瓦仁尼人 瓦达尼 瓦仁尼人 瓦仁尼人从这个丛林里面出来三个 一个男的两个女的 就他们跟他玩了一个下午 给他们吃东西 还带他坐飞机了 还带他坐飞机到他们的村子上绕一圈 一切都好像很正常 然后这三个人就走了 回去了 他们以为啊 这个接触非常好嘛 这个下一步一定是会带更多人出来 就可以跟他们做朋友 因为我没想到过两天 这个带出来的人呢 就是带着这个长毛啊 见到他们就丢就刺啊 把他们五个全部杀了 那后来说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出来这个年轻人啊 他跟另外一个年轻人啊 一个女孩子啊 他要好 可是呢 两边家长反对啊 那么在他们这个组里面啊 家长反对 你们如果还交往的话 就要被打死了 所以他们交往了以后啊 他们回去很害怕啊 他们他们回去很害怕 不知道这个家长会怎么样的来 处理他们 所以他们就转移目标 编了一个危机了 就是说外面的白人来了 他们看到了 这些白人要来杀我们的族人 其实呢 白人对他们很好啊 他是编的啊 编的 所以这个族人恐恐怖起来说 好大家赶快先先动手吧 把他们杀掉 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这个 怎么知道呢 后来就是因为 圣南特的儿子啊 他们后来 这个都回到这个部落里面去啊 跟那个部落人都成为好朋友了 用好朋友以后 他慢慢打听出来了 就是当时为什么 好好的大家见面 很开心的 礼拜五很开心的这个见面 为什么礼拜天 就就拿了长毛就来吃了啊 慢慢查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关键 是这样的 等于是 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转移目标 转移目标 你后来 甚至这个圣南特的儿女啊 都是由这个杀他们父亲的这些人 帮他们施洗的 等于是杀父的仇人啊 他们信了耶稣 成为教会的领袖啊 反过来为白人施洗 这个很特别吧 很特别啊 你看他的儿女啊 就等于杀他父亲的人 变成他的牧师了 然后甚至 尤其有一个对这个 圣南特的儿子啊 现在也很大了啊 叫这个史提夫啊 好像这个认他做干儿子一样了 认他做义父了啊 凶手变义父了这样啊 这是相当大的饶恕啊 相当大的饶恕啊 这真的是在基督里面 才有的事情啊 那么这些都是关于 圣南特的传记啊 这个就是讲那个 另外那个吉姆啊 吉姆他的有一句 很有名的话啊 就是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 这个人呢一点也不傻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 什么东西 不会失去啊 不会失去的 永生嘛 这个永生 那个跟耶稣的关系这些 这些不会失去 不能保有的是什么 其实世界上什么都不能保有 包括性命 包括钱财 这个青春都不能保有 所以他老早就讲了这句话啊 所以后来他真的是付出了 然后呢 殉道了啊 所以人家看了他的日记以后啊 也就释怀了啊 本来也觉得这些人太可惜了 这么年轻啊 都殉道了啊 这个日记呢是记在他的这 这句话里面啊 这里看到啊 这个英文啊 大概来中文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真了不起 一个二十几岁的人 他写这个日记的时候 大概是大学生啊 就能够有这么 这么有这个深度的啊 有个有这么这么彻底的一个 认识啊 所以这个真是了不起啊 我们后来 前几年吧 拍一个电影啊 在台湾 把这个电影翻作 《亚马逊碑歌》 《亚马逊碑歌》 这个当然不是照 英文的片名翻的 因为英文片名里 看不到亚马逊了 亚马逊是那条河的名字 英文的片名是 end of the spear 就是一个那个毛的尾巴 end 不能翻作尾巴了 end应该是结束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部落 原来就是拿长毛 大家彼此屠杀 现在大家 这个放下了长毛 不再用长毛来 相杀 相残了 end应该是结束的意思 可是我们国内啊 就把它翻作尾巴的意思 所以国内的翻译 这一篇片就两个字 叫毛尾 毛的尾巴 你们听说过吗 听过 毛尾 这个翻译的不高明 不高明 不是毛尾的意思 应该是结束了 放下了 不再使用了 这个意思 不也很难翻 这个放下毛 放下长毛 放下这个 也不是很 所以台湾的翻译 有的蛮厉害的 它是干脆就跳开这个字面 它是亚马逊 亚马逊这个地方 一个碑歌 不过毕竟是 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吧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碑 碑剧 碑歌 我认为说 要我翻话 我们不叫碑歌 我把它叫做凯旋的凯歌 就是说 其实殉道是一个凯歌 如果殉道是碑歌的话 这个是 还没盼望了 亚马逊一个凯歌 那这个电影 我那时候在台湾 我听说 有这个电影 我很兴奋 很期待 因为我这个故事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一直等了 等了 等了终于 看到广告了 说几月几号 在某某电影院 开始上演 我那天 一早就跑去 想买张票 那是晚上才开始 大概七点 七点钟开始 第一场 我一定要赶第一场看 因为这个宣教电影 很少有的 我到六点半 就到了西院 买张票 然后去吃饭 吃完饭 回来七点正好进去看 结果我买票时候 那个卖票的人就说 你现在就可以进去看了 我说这个 不是七点吗 他也不跟我解释 他就说 你现在进去吧 很奇怪了 结果我就这个 好吧 既然人家都开口了 我早看了 就算了 先不吃饭了 六点半跑进去 台北像很多电影院 它都分隔了 很多厅 很多厅的 一厅一厅 每一厅 其实坐的人不多 大概几十个人 就一个电影院 这样子 就那个厅 我进去 就我一个人 就一个人 然后灯都没有开 还暗的 我心里就有点 有点紧张了 我说 怎么灯都不开 叫我进来 会不会有这个阴谋 什么的 我又跑出去 又问他 我说里面灯也没开 他说没关系 你进去灯就开了 还非要我进去了 不照他的七点 结果我就六点半 又进去 进去了 真的 以后这个 就开始了 荧幕上 什么什么 就开始 我就选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就选全场里面 最中心的位置 四面都有门 我在想 万一有什么状况 坏人出现 我这个还有四个门 可以逃 真的有点害怕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叫我一个人进来看 很不正常 后来 好吧 开始演了 就专心看 看了 看了 演完了 灯一打开 还是我一个人 真的是很奇怪 就为我一个人 特别演了这一场 我后来就走了 就走了 我一到现在还很纳闷 难道七点 就没有人来看吗 他难道有这个先知吗 知道说这天 就没有别人看吗 就是早点放 放完他就下班了 也许这样子 后来也是 就是一方面 不 一方面也觉得 很难过 这么好电影 宣教电影 真的是没有第二个观众 根本大家一看 这个不晓什么 真的是没兴趣吧 一般人是没有兴趣 这个 他的 这个完全不知道 这个背景 那个亚马逊 悲歌 什么 深入蛮荒部落 探索 意教禁区 是框树 还是救赎 这种 这种那个介绍 人家不会有兴趣的 后来我儿子 我叫我儿子说 你赶快也去看 他那时候还在念书 就叫他去看 第二天 他那时候正在交女朋友 我说你带女朋友去看 结果第二天呢 我说几个人 他说五个 我说不错了 除了你们两个 还多三个 我说第一天 只有我一个人了 这电影没有什么观众 没有什么观众 几天就吓骗了 就看不到了 还好啊 还好就是说 有那个DVD了啦 有那个市面上 有那个DVD 所以我就把它 后来 教会也都不知道 我就难过 教会 教会应该包场了 对对对 我说连教会都不知道 这个电影是宣教电影 你看 这个是不是 太了 宣传做得不好 其实像这种电影啊 教会包场了 对不对 这个太可惜了 拍得不错的 你知道毛尾吗 你上网看看 应该还都查得 收得到的 他就是 真的是演他们那个 拍得很好的 我现在找那个 其中一段给你看看 其中一段来看看 这个拍得很好的 毛尾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特别觉得 很可惜的 这个宣教尾 拍得很好的 他们在海边 在河边等他们出来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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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There is! 野兔 compensation 我 salv了 野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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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 你 你 别 你 我 他讲他们的话 我是你的朋友 那是求祐 Shar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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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就 我 我 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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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